我们现在就连谈个恋爱 都有偷偷摸摸的 就一位杨佳姐 二姐 不是我说你 我们不能损人利己 也没有必要损己利人吧 你为什么要为了别人 牺牲自己的幸福 自从杨佳失忆以后 她对天明特别地依赖 她现在如果没有天明的话 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那天的天明老了分钱 如果不是天明动作快 杨佳就真的割腕自杀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跟天明一辈子良心 都会不安等 这是道德绑架 谁也没有权利 用这样的道德制高点 去占领别人的幸福 二姐 我去劝劝杨佳姐吧 算了 她早就把你给忘了 对于她来说 你现在就是一个 陌生的小屁孩 她能听你的劝福 陌生的小屁孩 乐乐想什么呢 二姐 说实话 我觉得天明哥的怀疑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佳姐的失忆 可能真的是装出来的 你为什么也会这么说啊 我也说不清楚 要不我去试试吧 只要她是假装的 就一定逃不过我的眼睛 你能行 不是怎么知道呢 那好吧 喂 杨总 有个叫爱乐的想见你 她说她是你的干妹妹 我没有什么干妹妹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打扰杨总了 你这个小姑娘 你看看 你说你撒了什么谎 害得我爷爷妈了 我们杨总说了 她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赶紧走吧 别再掺着我了 走吧 不认识 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啊 这是我二妹安宁的女儿 她叫安逸 你看 多可爱 安宁是你二妹 是啊 你说安逸是她的女儿 对啊 怎么了 你以前只跟我提过说 你有一个同父一母的妹妹 叫安乐 可是你没有提过 安宁是你的妹妹 安乐是我的三妹 她和我同父不同母 而安宁才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妹妹 安宁曾经在盛氏工作 她的履历表我也看过 她没结婚哪来的女儿 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宁 我也是没办法了 才硬着头皮来找你的 我现在 还没有嫁给蒋达文 只是她的女朋友 我怎么能让她知道 有安逸的存在的 小宁 你就再帮我一次吧 我 小宁 我知道 以前啊 都是我对不起你 可你也替我想一下啊 我受了那么多的苦 如今 终于苦尽甘来了 看到了一丝丝希望 难道你就真的忍心 把我这最后一点希望 也不留给我吗 如果你真的把真相 告诉蒋达文了 那我和他就真的完了 你真的眼睁睁地 忍心看着姐姐 被第三次抛弃吗 姐姐你这是干嘛 你快起来 安逸一会儿进来 撞你肯怎么办啊 小宁 我的幸福马上就要到手了 如果这个程度出什么叉子了 我就一无所有了 我求求你了 姐你快起 你先起来好不好 我不起来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跪在这儿 永远都不起来 小宁 好 我答应你 真的 真的 从过去到现在 你拜托我的每件事情 我有没有办到的吗 妹妹 谢谢 姐你先起来吧 还在这儿小宁 我还给你带了件礼物 好 你的那本相册 被漏了烧了 我就重新帮你扫描了一份 姐 没想到 你一直留着这些照片 还保存得这么好 我以前啊 租房子 后来买房子 卖房子 又再租房子 搬过很多次家 每搬一次啊 我就扔到许多东西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可只有这个 我人在哪儿 她就在哪儿 姐 小宁 我知道我们姐妹俩之间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 以前 我们也曾经互相埋怨 说过很多彼此伤害的话 可不管是怎么变化 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妹妹 我也永远都是你的亲姐姐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血缘关系 姐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你还留着这个 是啊 我还把它给修好了吗 现在误会原住 变贵 妹妹 谢谢你 姐姐对不起你 这些年 都是在亏下你的态度 姐 别这么说 我们两个 永远都是最亲最亲的姐妹 小黄帽 不是小黄帽啊 怎么玩这个啊 你教教我 教教我 站过来 给我站 来 来 来 江总 你女儿啊 好漂亮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安逸 安逸啊 今年几岁 三岁 三岁啊 我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安宁 哎呦 那好可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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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逸啊 快叫 叫爷爷 爷爷 哎呦 你这叫我爷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您跟天明爸爸一样干 安逸叫你爷爷是应该的嘛 安逸乖 来 下宇自己玩一会好吗 好 好 进吧 真看不出来你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 我恋爱谈得早 然后当时年轻不懂事 然后就有孩子呢 天明能接受这个孩子吗 当然了 安逸一直叫天明爸爸 我们两个也一直努力地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对了 蒋总 我听说有人给您写匿名信 说这孩子是我姐姐的 我不想让您误会 所以就把您约出来给您解释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并不反对我跟你姐姐交往 我只是希望我姐姐能幸福 这没问题我可以给你姐姐她想要的幸福啊 这 我只是不明白啊 那个 为什么天明他一直反对我跟你姐姐交往 你看 如果说我跟你姐姐沉浸之后啊 那对我们来讲都很好 是不是 天明可能是为了避嫌吧 你也知道他的个性 又倔强 又独立 他可能是不想不靠什么裙带关系 被别人说钱话 想明自己的努力啊 去干一番事业 对 他的个性我了解 所以我欣赏他 你放心 我不会跟他计较 还有宋阳那边我也不会受他挑拨 这一点点小误会 解释清楚就好了 看来你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啊 嗯 还可以的 谢谢你这些年为我妹妹还有安逸的照顾 你不用谢我 我照顾安宁是因为我爱她 而我照顾安逸也是看在安宁的份上 跟你半面关系都没有 你还是这么讨厌我 难道你的所作所为会让我喜欢 不管你怎么靠我 我都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我们姐妹来之类的恩怨外人是不会离别的 你当初安宁姥姥留给你的房子卖的 无非是为了得到安逸 而事实是你得到了 所以我并不牵扯 至于你替我不要安逸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等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会加位补偿 怎么补偿啊 在蒋总面前帮我说两句好话 还是把他给你的钱直接给我 用来回馈我对安逸的情感 不用客气 谢谢 这也能难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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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你今天找我来到底是什么事 人都告诉我 你这是在威胁我 是安宁让你来找我的吧 是安宁让你来找我的吧 他已经答应过我了 帮我负责安逸的事情 怎么 现在又反悔了是不是 你不要把所有事情 都跪在安宁身上 是我自己要来找你的 你好好考虑清楚吧 石天明 石天明 喂 怎么了 好的 我马上到 来 你姐 你姐找你 姐 我正忙着呢 什么事啊 石天明刚才来找我 让我和蒋大伟分手 天明去找过你 你装什么呢 石天明刚才来找我 他用过去的事情要挟我 逼我和蒋大伟分手 这事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还以为我们姐妹俩 可以和好了 所有恩怨一品勾销 可没想到你还这么恨我 还是根本就见不得我好 不是 姐 我真的不知道 天明去找你 你听我说呀 算了 我看不见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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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小偷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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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大姐 好 谢谢 别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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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石头伤那么重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咱们得把这笔账给讨回来 对 咱们找个机会 好好收收收收它 对 咱们找个机会 咱们就得分来 行 放过你姐可以 来 把石头医药费给交了 可是我知道我二姐的脾气 她肯定不会给的 你 把石头的医药费出了吧 大姐 我哪来这么多钱呀 行 姐妹们 走 好战啊 姐 走 等一下 你们不能去 大姐 这钱我来想办法 我求求你们不要去 上回我二姐了好吗 好 乐乐 你如果是因为缺钱的话 大姐肯定会帮你 可你让我花钱去救一个小偷 你不觉得这太荒唐了吗 可是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二姐 如果不配电医药费给他们 他们肯定是会去找二姐麻烦的 这太可笑了 她是因为偷东西才会受伤 她是自作自受 跟你二姐有什么关系啊 就算她偷了东西 可她还是我的兄弟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这样 你还是让你那个朋友去自首吧 监狱里也有医院 自然有人会救她的 大姐 你现在怎么变得跟二姐一样了 早知道我还不如去找二姐呢 反正我已经找到 帮她洗脱罪名的证据 你说什么 我在杨佳的电脑上 发现了一灯录像 原来当初伤害杨佳的 不是你也不是二姐 是宋阳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次来办公室找我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去找过我姐 还威胁她必须要离开蒋总 你不是也不赞成 你姐跟那个混蛋继续交往吗 那你也不能拿我姐 过去的隐私来威胁她呀 她现在肯定认为 是我出尔反尔 我跟她的关系 好不容易缓和一点了 现在又闹僵了 所以你为了照顾你姐的感受 你可以去跟蒋大伟说 安逸是你跟莫轩的私生女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对不起啊师父 我不是没有想过你的感受 只是我姐当时哭着求我 我就心软了 如果你姐真的跟那个混蛋结婚了 你舍得跟我分手吗 不舍得 那你就舍得看着我姐一直误会我 看我这么纠结吗 安宁 其实我认不认那个混蛋 我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这个父亲 在我生命里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我最在乎的 是你的感受 师父 你不要轻易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亲情跟爱情都很重要 这两者之间 确实是很难取舍的 这样吧 我答应你 我不再威胁你姐了 其实按照蒋大卫过去的历史 我看她跟你姐 也未必能长久下去 这样吧 我们还是把心思 全部放在追查杨家受伤的真相上来吧 可是杨家到底是真失忆 还是假装的 我们现在都弄不清楚 这怎么查啊 我一定会想办法 套出她的话 还你一个清白 你当时就奇怪 我跟小明走的时候 杨家明正好好的 可是后来却成了重生 原来 这都是因为送杨 那个死送杨 害得家姐差点成了傻子 还害二姐坐了三年的牢 我恨死他了 不过说了也奇怪 杨家不是很讨厌那个宋阳吗 为什么也不告诉他 我猜 是因为石天明 石天明 杨家心里很清楚 石天明 爱的人是小明 所以 他一旦说出真相 他就再也没有理由 把石天明留在身边了 我猜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会一直装傻 可是为了一个根本 不爱自己的人 就这么轻易放过 伤害自己的真凶 这也太蠢了吧 这你就不懂了 女人一旦陷入爱情 就会变得非常蠢 所以我不会再爱上任何人 乐乐 你是不是打算 把这段视频交给你二姐 那当然 其实二姐和天明哥 早就开始怀疑宋阳了 只是一直苦于没有证据 而且现在连做梦都想给自己 讨回一个清白 可是现在 还不是时候 为什么 二姐可是为你做的了 我知道 可是 我现在跟大女交往得非常顺利 宋阳偏偏在这个节目眼上出现了 还揭发说我和莫轩有个女儿 乐乐 大姐已经快三十岁了 我耗不起了 我必须要守住这个最后的幸福 你是想用这个视频去要挟宋阳 没错 只有这样 宋阳才会替我冤火 不过你放心 只要我跟蒋大卫结婚之后 我会立刻把这段视频还给小音 还她一个清白 可是 我知道 这个事情啊 也是我的一块心病 可是她已经过去七年了 小您的劳也做了 时光也回不去了 早几个月或者晚几个月 也一样可以替她洗清清白 可是晚几个月 却能守住大姐的幸福 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乐乐 等我跟蒋大卫结婚之后 我会给你开一个你梦想的工作室 真的 真的 所以温大卫结婚啊 不单单是因为我 也是为了我们啊 还有 石头的医药费 我会尽快给你的 你一定要帮大姐守住这个命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好吧 好 我今天来接安逸 一来是太想她了 二来啊 我是想当面跟你道个歉 我不应该怀疑你 也不应该跟你生气 希望你不要生姐的气哦 你怎么突然想通了啊 不怀疑我了啊 其实啊 我心里 一直都觉得亏欠你太多了 而且 还在继续亏欠你 继续亏欠 你是不是说安逸啊 没事儿 我养了她三年啊 现在我都离不开她了 晓妮 我欠你的 一定会还给你的 所以 无论我现在做任何事情 都不仅是为我一个人 希望你能体谅我 那你得体谅我啊 我这个人 虽然脾气倔了点 说话狠了点 但心里 可是一直都在为你着想的 姐 天明已经答应我 再也不威胁你了 对了 姐 天明说 当年杨家受伤那晚 她在楼下碰到了宋阳 说这事儿可能跟宋阳有关 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这事儿啊 我听对了提过 不过 咱们没有真凭实据 也不好乱说 姐 那你能从宋阳那儿 找到什么突破口吗 我也只能试试看了 晓妮 你一个人做了三年了 其实在我心里 一直都背负着一个巨大的枷锁 所以这件事情 不止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我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你先别急 我们 也只有再等一段日子 说不定 就能真相大白了 也只能这样了 来 抱抱 好 来 抱抱 咱们去买冰淇淋 好不好啊 走了 阿景 我承认 给蒋大伟的匿名信 是我寄的 可是我这么做 不是为了伤害你 是因为我爱你 我想保护你 蒋大伟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翻脸无情的商人 他跟自私自利的 文艺青年许莫轩是一样的 都不可信 所以我这么做 是不想让你受到第三次的伤害 你爱我的方式 就是几次三番地出卖我的 你爱人的方式可真够特别的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曾经向你承诺过 你给我几年的时间 我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现在我有这个能力 让你过上好日子了 你只要回心转意地 离开蒋大伟 我可以马上跟张立元分手 那安逸呢 你不是说过 你可以接受我和别的男人 谈恋爱 但却接受不了 我和别的男人的孩子吗 不瞒你说 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 不管怎么说吧 你毕竟是因为我造成的 只剩下一半生育能力这个事实 所以站在你的角度 我换位思考的话 你当年坚持要生下安逸 也是有情可原的 我现在能理解 毕竟这么多年 我也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所以我能介绍万一 包括抚养他 就算我向你赎个罪吧 阿景 你现在知道 我始终对你都没有变心了吧 嗯 态度 还是很诚恳的 你的确是做了不少对不起我的事 你不止抛弃我 出卖我 还不惜让我做你的替罪羊 你这是什么意思 装了 你继续装了 当初如果不是小宁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后果 现在 我不就成了你的替罪羊了 你该不会单纯地想到 我今天约你来 是想跟你重修就好了 我是有样东西要给你看 你这是哪儿来的 是不是杨家给你的 是不是杨家给你的 真的没想到啊 你 你们居然联手了 这你就别管了 宋元 你现在必须跟我演一出戏 这你就别管了 这你现在必须跟我演一出戏 什么戏 蒋大伟跃人无数 他对女人的信任感 一向很低 所以你的匿名性 对我影响非常大 虽然有小宁替我做掩护 可是 还是很难消除 他对我的疑心 我就猜 他很有可能 会派私家侦探来调查 果不其然 在他送我的车里 就找到了录音 还有录像社 多疑问 哎呀 宋明是你呀 嗯 你俩干什么 今天天气这么好 走啊 咱出去兜兜风啊 我没那么兴趣 你赶快给我下去吧 好 给我报警 哎呀呀 你报什么警啊 警察能管咱们俩的 情感纠纷吗 谁跟你有情感纠纷啊 虽然我告诉你 我和你分手已经七年了 我求求你不要再纠缠我了好不好 哎呀 阿静 别这么绝情嘛 咱们俩毕竟 初恋感觉不一样 是吧 哈哈哈哈 你给我放开 我告诉你 我已经有蒋大伟了 我请你愤怒我 蒋大伟 这 你怎么那么天真啊 我告诉你 没多少时间 蒋大伟就把你甩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少危险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就是记了分别名气 说小明和莫轩的孩子是我的吗 我告诉你 大伟他是不会请你降低的 哎 那可不一定 阿静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 这蒋大伟身边那么多女人 他不会在乎你 他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你真拿自己当根葱啊 所以让我看啊 咱们俩 不如霍景同源重归求考得了 你给我放开 赶我滚下去 否则我真报警了 你滚下去 你下去 阿静 你冷静冷静 你听着 我真报警了 哎 好好好好 好好好 下车 下车 这 弄我一点感觉都没了 快走 喜欢吗 喜欢 我给你戴上 可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也不是什么节日 你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算是我对你的歉意 肯相信我了 你也知道了 我以前教的那些女人呢 这一个比一个有心机 所以我不得不采取一些 这个手段来调查她们 当然呀 也包括了你 原来你一直都不相信我 一直找人安冲调查我啊 现在相信了相信了啊 这 这 这就是代表我的诚意了嘛 对了 宋洋将重伤你 你想不想报复她 你说说 怎么报复她 以其人之道 还施其人之身呢 我把她纠缠你这个认诀 别用匿名信 寄给张立元 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 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咱们没必要 跟她这种小儿一般见识 而且 再怎么说 宋洋她也是我的初恋 虽然她对我无情 可我不能对她无意吧 你就是这么善良 这女人一善良 我就融化了 融化了 真的吗 时候不早了 我该走了 你就不能留下来陪我吗 我的人虽然走了 可我的心留下了 你就非得要那个名分嘛 你是不是觉得 我挺老土的 都现在这个时代 我居然 这么看重名分 我喜欢你这样的 或许你 你就是个传统的女人 我喜欢传统的女人 也许因为 因为这样子啊 你才能够了解我 我 我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什么 那当然了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对待自己所爱的人啊 都会很用心的 难道你希望我是一个 粗制大业 连自己所爱的人 喜欢什么都不知道的 傻女人吗 而且啊 我觉得爱一个人 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给对方压力 所以我想要什么 这是我的意愿 可是给与不给 我也非常尊重你的选择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 现在一个人的生活 那我们像现在这样 做 红颜知己挺好的 不过 不过 我就不能留下来配音了 鱼儿又跑了 别提 以后啊 给你吃一鱼三吃 谢谢你的礼物 好 拜拜 好 拜拜 妈妈 我脚不动了 妈妈抱啊 妈妈 我们就出租车吧 可是 坐出租车很贵啊 妈妈舍不得 爸爸说 妈妈做蛋糕很累 我心疼妈妈 有了安逸这句话呀 妈妈一点都不累 来 我想让爸爸开车来接我们 可是爸爸工作很忙啊 我们不能打扰爸爸工作 那我还是自己走吧 不用 妈妈喜欢抱着安逸 安逸这么有出息啊 将来一定比妈妈很厉害 走吧 好 给我加一大堆一个 好的 来 天明 这个生日你过得开心吗 挺好的 你刚才 生日许了什么愿望啊 我希望 我希望可以尽快帮你找出 当年伤害你的真凶 还你一个公道 还安宁一个清白 这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没有必要吧 娇娇 你是一个好女孩 你应该得到一个好男人 全心全意地爱你 你就是一个好男人啊 佳佳 安宁她是一个好姑娘 我不能辜负她 我真的很希望 可以查清当年的真相 你觉得我这个愿望 能实现吗